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否假过网罪你的意思是在香港还是在欧洲呢 都会有意思的 我其实自从见过上次台长在铜锣湾那个 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当我下升车的时候走过铜锣湾 始终铜锣湾真的是铜锣湾 他始终是小人也好 都是好想多女的 你试试进去吧 那不一定多 但是那些不是女的 十五会有没有去 十五会没有 十五个姐姐有 是吗 是 他说要做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做 就是做 帮姜桃造势 早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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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早一早就去 是啊 明天五月 我不知道 好了 首先我轮回转身 其实有九个 其实很多例子 我信手链来的 但是 就是我们说摆脱轮回之苦 因为做人其实很苦的 那 我们 就是我们很多不同的宗教说 如果你要摆脱轮回之苦 可能你要发个大善心 有慈悲心 要看透世情 有些修为 于是你才能够 不用再做轮回 不要说做轮回一定做人俄做猪狗 就是其实做的很苦 但是 是不是真的宁愿 什么都没有 关掉灯这样呢 还是真的可以继续去尝试一下这个人生 因为人生 很多苦固然 但是当中也都有落的 虽然是相对少一些 是吧 如果那些人 仍然是取向 我宁愿接受 我宁愿有个生命 继续 那个我已经是否我呢 那个意识都不同我了 是吧 很难去理解的 我 不是我 其实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其中一件事 第一是未知 第二其实是 没有了我这个意识 一眉眼 原来没有了马建然 所有一切 我想 怎样都会有这些想法 一个人 去到我们这些年纪 是吧 好了 这里 有几个 这一个 我不太多的例子 我最主要 就是找回一些 研究 丐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 丐洛普 就说四分一人 西方人 看我们亚洲人来说 不是一件事 四分一人 竟然是相信轮回的 而他也都 因此 有一个 学俗的分支 叫做 轮回学 直接是轮回学 应该叫 reclamation reclamation 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当然也有很多民间的人士 你知道外国人 很喜欢收集不同的个案 或者一听到哪里 有些奇人奇事 就去采访 认证 研究 跟进 实际 实际 太多太多 太多 不能够解采的事 因为时间关系 不能够会讲太多 第一个 我想讲 九十年代二千年 因为这个我在香港看报纸看到的 虽然不是讲香港 就是讲斯里兰卡 一个报导 这个报导 因为当时是九九二千年到的报导 就是报导在1993年 1997年有个男生出生 即是去到九九年二千年 两三岁 他就作出很多奇怪的事 现在就是给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的佛国 或者印度 甚至日本的学者 中国都有派人去去理解这件事 因为他22个月大的时候 他竟然是自认 他 是一个叫做柏雷马达沙的人 柏雷马达沙是何许人也 就是一个 在1993年 即是他出生前 四年 被暗杀的 斯里兰卡总统 即是说 他求他的转世 是转世回那个维度 即是他死了之后那几年 现在你想 如果我们越来越多 就知道了 其实转世可以转回头 如果用那个不同的维度 这样来计算 那当然了 去到其他维度 你不收时间 其他空间 没有 即是说我现在马达沙可以 第一我们有信 相受平衡时空先 第二我可以投胎之前 即是那些人去到第四维度 跟一时时间 现在 一齐的 一齐 一齐 一齐都见到 是的 即是这样说我们不知道 永远都不知道 是吧 只是围度这件事我们很难去理解 怎理解 是的 围度 是可以过去现在一齐 你这个是超出了我们 在这个第三维度 那个想象 即是等于我们看电视 是的 电视里面两个人知道 对方的存在 是的 他不知道原来外面的人 他看着你 即是我们都是这样 可以 可能我们知道大家的存在 可以 那些人是看着我们 这个 我们是生死 这个都是比较容易 而那些是其他的维度 不是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一些 你选择得前些 即是我们是神的那些 是的 但是 甚至乎如果是没有 我不知道 真的可以没有做物者的 没有人看着我们的 但是即使是没有人看着我们 在那么多不同的维度 譬如我们 事实上也有人研究过 有人研究过 有人用计数科 来看第四维度 你现在 就是说在第二个维度 其实盟军是输了的 纳粹和日本人赢了的 在第二个空间里面 是正在发生的 这件事 有人不敢说 但是我们永远战成不了 这一个 那么奇怪的事 为什么呢 22个月大 那些人都会觉得他是 首先是93年5月 这个叫做 帕雷马达沙的总统 是被人 一个 拿着炸弹的敢死 被队队员炸死 好了 但是这个 是后来 在四年之后 这个叫做 维杰鲍湖的人 的BB 就出了世了 但是呢 在22个月 只不过在22个月 他就说自己 就是这个 叫做一个 柏雷马达沙 而且呢 22个月 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 他是被一个叫巴布的男人 杀死的 而巴布就是当日杀死的 那人 好了 而他每天三点钟 都会起床 22个月 而且呢 就会做佛教仪式 一个 那个佛教仪式呢 就是一个仪式 当然要有人教 没有人教他 就是跟以估总统做的仪式一样 好了 于是乎 所以呢 很多记者 或者专家研究轮回 就去到斯利南加 那时就是我在以前的报纸上看下的 有印象 今天再找出来 第一 当时 他未够两岁 即23个月 传了出来 22个月出现 他一看到那个头 就是硬币上面的头像 一个硬币 斯利南加的一个硬币呢 是有那个前总统的头像 他就说 It's me 当然他不是讲英文 那是我来的 好了 他一个23个月的 小孩 竟然凌晨3点 就会起床 盘腿祈祷 你能不能想想 他不是做得好 估计 估计 好了 他父母呢 就并没有支持过他这个总统 这个呢 就排除了某种可能性的同机 如果他父母是支持这个 就是他生前这个总统 可能现在就这样了 不好 好了 这个总统的同事去到 他全部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 跟他们很熟悉的谈开他们谈的话题 两岁 是啊 他们的前世记忆很符 好了 好了 现在呢 他还经常说他前世老婆和两个儿子的名字 说要见他们 一带他去到呢 他被害的地点 未去到呢 他就哭了 不肯去 但是呢 后继 在他2006 2007年 大约7、8、9岁之后呢 似乎他的记忆就越来越没有了 正常 他没有再说这件事了 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OK 好了 另一件我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的 我不知道是潘充还是听过去哪里的 就是在香港的关于 这个就不是轮回的 有一个姓默的人 在香港 华文政务司做英文秘书 教英文的 OK 他呢 据报道呢 他姓情清正 朴实厚度 私毫不苟 但是 这个姓默的人呢 每个月呢 就会睡七宗夜 睡足七日七夜 教的 就不知为什么 后来呢 他有朋友 他跟朋友说 他说其实呢 他在陰间 他有一个职位 就掌管轮回的 这个呢 我今天看到的时候 我是依稀记得 有人在潘充那些 面前那些 恐怖在线讲过的 掌管轮回 当然那些人 不信 就问他 啊 那你七日 你放了多少个灵魂 他说 几十万 他说 有时候很多很多 他说 哪有这么多人投胎啊 这几十万 他说 喂 不只是人 他说 还有很多 就是 动物啊 卖啊 細胞 他说很简单 他说只是乳隔 你们一天都吃几万只了 哈哈 哈哈 好了 好了 他说这些无数的乳隔 和动物的亡灵呢 都会受轮回的 植物有没有呢 其实有些不知的 只要问他们 他说 他有两个同事的 他说 他曾经有两个同事 在华文政务处的同事 都有大祸 一个因为不孝 一个因为贪装枉法 他们会分别呢 会死在水和火里面的 所以 他就叫他们那段时间 不要回大陆 这个应该是80年的故事 但是不知为什么 深刻两个人 后来都回到大陆 一个呢 结果呢 就发生大水 就浸了一辆车 一个呢 就在西关的 大火 好 于是乎 因为他 本来 他这个身份 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说的 因为他跟这两个人说过 这两个人可能死前 不知道跟任何人 不停地提过 他说我会 我会叫你老婆 会被水浸死 那你在香港 你不会觉得自己被水浸死 但是有一宗这样的事情 那这一宗 我就觉得没那么神的 好了 这一宗是很出名的 但伦敦韩训里面 说过 他在英国有一对车祸里面 有一对小姐妹死了 一个是11岁的钟妮 一个是6岁的Jacqueline 被车车死了 他们的父母当然伤心欲绝 于是乎呢 搬离开了这个地方 即是他们本身就是在英格兰的 黑撒母镇 搬离开了 好了 半年之后 这一对夫妇的太太 叫普洛克太太再度怀孕 这样大家应该估到是什么故事 今次他顺利生了一对妈女 就改了名 一个叫Jennifer 一个叫嘉林 Karen 奇怪的事情 这个时候出现了 Jennifer的前颗 有一条世长的白色胎妓 就和她6岁的女儿Jacqueline 丧生时的伤行在同一位置 她的屁股也是一块胎妓 亦都是和Jacqueline的小女儿 就是之前丧生的小女儿 一样的 三年后 这对夫妇带着这对妈女儿 去英格兰的黑撒母镇 重访旧居 即是当时他们养了11岁的钟妮 和6岁的Jacqueline 那个地方 她说当车一鎖入这个镇里面 Jennifer和Karen就大喊了 我们经常来这儿玩的 学校在转角 那边就是我们经常玩滑梯 甚至乎 他们能够讲出 我们住屋的地址 在那时候 其实呢 他们就已经觉得 毛管动了 但是作为父母 毛管动之余 或者再生的女儿 为什么呢 原来呢 这对夫妇说 这对妈女儿四岁那年 即是四岁那年 即是大约 他们的大小女儿 过世之后五六年 过世之后 他们搬离开了半年 又有为胎十月 她说呢 其实呢 她两夫妇就决定 被他们玩家姐 留下的那些玩具 她说Jennifer 那时候呢 四岁了嘛 一见到那些玩具呢 那两个洋娃娃 就立刻叫她的名字 立刻叫她的名字 大妹小妹那样 就是那些洋娃娃有名字 那 但是其他东西呢 他们和其他小孩 没什么大区别的 不是说好像刚才第一单 我记得那么多的 那么 很多次呢 他们会半夜 哭醒 OK 抱在一起 然后大喊 爸爸妈妈 做什么事 做噩梦啊 他们就会哭了 说车撞在那里 OK 那当时呢 Karen 即是 女妈女之一呢 还会指着Jennifer 那头 说 她呀 对眼流的血出来 而这女夫妇说 其实我们从来 没有向我妈女说过这件事 以外 而负责调查这件事的精神病 专家都认为 除了她们是 即是投胎转世之外 实在是解释不了 这个原因 那当然啦 这个就很出名 保加利亚女英 未够两个月 过几月 竟然能够开口说 保加利亚话 英文 法文 拉丁文 西班牙 俄语 立陶苑语 和一种阿拉伯方言 而且不是 嘘嘘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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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出生两个星期 她就能够开口说出完整的句子 更恐怖 甚至运用好几种外活外语的词汇 普加利亚 人生的感受 好了 苏联莫斯科的再生学会 托夫斯 就用智慧遗传密码去解释一个观点 智慧遗传学码 我不知道 因为这是1987年的文章 我是不是你想讲 好像说 就是DNA会carry记忆 因为我们动物 我们知道DNA里面有记忆 现在就说人的记忆不只是脑 都可能有DNA 他就尝试用DNA记忆去解释 当然 你是很难解释到这个现象 最能够解释到的是 除非你否定他 就是去到头胎 前世做过很多胎人 其实这些国案里面 有些国案是可以记得十世的 又或者他前世是一个 精通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 好了 接服就做到这里了 今晚就看波 我也做了 最后一个 就是我去旅行之前 最后一个问卷 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么一面倒 你信不信有龙梅呢 究竟信的 请按一字 误信的 就按二字 记住 继续上来支持啤梨频道 收听我们啤梨晚报的节目 还有在五月份 我回来之前 买够1500元 我们会有9折的优惠 买够4000元 就会有8折 我觉得 都多数是一的 我觉得我们东方人都会相信 其实除了我们之外 伊斯兰教里面有讲过轮回 基督教都有讲过 教约圣经 是的 都有讲过一下 嗯 我想香港人 都会有人不信的 那 FGY都不信 我觉得有轮回 但不是必然 甚至乎是必然 但你没有记忆呢 或者你可以选择你不轮回 如果有得选择你可能要很多功德 可能很多功德 轮回也未必一定做人 做人也未必一定好 好啊 还有轮回你都未必今日死 天天就轮回 哦 每个人格的 如果继 那些道家师傅跟我讲呢 不过那个时间又未必同我们 现在有什么时间 三中 什么什么 方策日世上已迁 他说有些 其实几十年都未投胎 嗯 亦都不奇 那都有人不信 但是似乎多数人信 绝对相信 好了 你基督徒不可以信 基督徒是可以信的 但是你又可以做基督徒 又可以信的 都可以的 好了 那 隔天后 回来再见了 明天我们没有节目 星期四呢 仍然有费里面部的 好了 拜拜 今晚我去看这个 九路政寨卫星吧